我现在这么努力 并不是为了跟别人去比什么 而是为了以后 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不用被迫地去谋生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沈黎 别站那儿了 赶紧拿拖把拖地呀 好的 叶昕 你真坏 把任清清小姐当老妈子使唤 我看她是有精美出师的 这位是企划部的新任经理 林立琛 林立琛 这可是你们企划部的大能人叶昕 副经理助理 好吧 你好 你好 这个林立琛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空降兵你明白吗 这是董事会决定的 新任经理必须是海归博士 有在国外大企业工作的履义 符合上市公司的形象 那明海涛怎么办 继续做她的副职呗 继续做她的副职呗 李彻 你玩我呢 你知道 你哪点最吸引我吗 你很神奇 你的眼神清澈见底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你 我就感觉特别地舒服 心情特别好 真进了职场有何感想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这么不自信 和叶欣比起来 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傻瓜 有一句话叫挨宾必胜 你得学会卧心成等 甘心失落讨好男人 你看看你 这酒量还喝久 没几口就喝醉 你说你这个人 明明知道我心里难过 你还要让我流泪 你还要让我流泪 掉眼泪好 这个根据医学研究证明 爱哭的女人那都长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眼泪里面 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 一把鼻涕一把泪 就能把这些物质都排出来 但是啊 最多只能哭五分钟 我帮你看着时间 只许哭五分钟 讨厌 你那样子真可爱 你那样子真可爱 可是职位和地位呢 都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 自己可以掌控的 就是现在 我的目标 就是把当下做好 包括自己的生活 我现在这么努力 并不是为了跟别人去比什么 而是为了以后 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不用被迫地去谋生 陈总 你太有才了 做我大哥吧 好啊 大哥 干什么呀 我都想做 你把我给你 今天开始 非常地 profound 感谢观看